嗨,大家好,我是曾建华 今天很榮心來邀請到我們漫畫界的百變甜心 陳漢蓮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漢蓮 我想請問老師是藉由什麼樣的契機 開始接觸到漫畫的這個領域的? 再來是小說是看卡通 就是很喜歡又有白書跟美少女戰士 國二的時候買到的沾水 就是游素蘭老師 就那種整組的 就是那個教學書嘛 素承 素承 對對對 然後就買回去很開心的 開始畫了 很開心的想要畫 正式投考大概是在高中 高二的時候 國中就有拿到就是 因為小英老師畫的 尖端的那個比賽 因為那時候我媽叫我要去幫忙 家裡的早餐點 我沒有參加那一屆 後來是 就是有參加動力的短漫賞 嗯 第一部作品叫做 人則 後來是 雙胞胎只能活一個的故事 哇 所以就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契機 開始 進入了這個漫畫的這個行為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投稿 如果說 當初沒有繼續漫畫創作 可能現在是早餐店的 我沒有做到我媽裡把它收掉 是 一個人無法做 好好好 差一點就去賣早餐 人生力了 其實你也算是透過漫畫比賽 才正式進入到這個行為 我看到兩屆東立 然後一屆親吻 然後我還看到那個新聞局的劇情漫畫 劇漫獎 我也想 對 因為得劇漫之後 去一個貓夾夾巴化 當助手 有點當助手 就是那個 天堂果凍 喔 我知道 對對對 然後他就幫我介紹一間端 所以說從此就是跟間端結下 這種不解之語 然後我當初提的作品 就是我現在這一套 就是這一套 就是這一套 這事情是十年前的構想 那個書評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剛 這個嗎 我唱果拉的經濟之文 歡迎好親民會喔 真的喔 8月1號 目前出到第三集 已經出到第三集了 就其實是十年前的idea 為什麼 到現在才出第三集呢 是中間有中段嗎 還是 因為那時候編輯跟我講說 你就是 心裡還是先畫一些短篇的 累積分器 然後就先出了青天娃娃幾道鐵蝦 對對對 然後還回頭想再想畫 原本這個故事 回到初中 繞了一圈 結果還是第一個 畫各種各種珍愛之文 這一部也不是說已經放棄掉了 等於說就是過程當中 先擺著 那我們就是 畢竟好幾個作品之後 藉由這些作品 把你原本的想要畫的東西 再提升上來 這有感覺有不太一樣 有我就覺得技術比較好一點 這個心境會不太一樣 對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一開始構想 跟現在畫的也不太一樣 對對一定是 經過那麼多年了這樣子 一開始提了潘朵拉其實是娜娜 有點像娜娜的一樣 喔喔娜娜 集到甜心的女主角 對所以後來我又設計了另外一個 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就是現在 就是為了第三集的這個新的造型 對對對 因為我很少看到那種漫畫家 會自己COSE自己的造型作品 這是本身的興趣還是 我從小就 從小學三年級就COSE 真的 我還不知道什麼叫COSE Play 所以我就在COSE Play 就是看 比如說美少女上司 我就跟著綁墊子 自己想辦法就弄了 那時候 根本連COSE Play這個詞都不知道 我那時候還用手電筒 做了一支月光神探 我會發光 真的 已經有那種COSE的那種 那種牙慢慢在萌發出來 那是什麼樣狀況之下 才正式進入到比較專業一點 那種COSE的 應該是等賈巴普及之後 因為以前大家還沒有 沒有假髮 對對對 都是用噴的 噴什麼顏色這樣 後來比較多 就是比較多人從事這個 製作道具的這個部分 然後就漸漸的有一些人 去幫忙代購啊 什麼的 才漸漸比較多 那像你身上的裝扮 是代購多還是自己 有時候還是會自己過 我是自己手做拍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 自己的東西 我愛 像這種做的部分 跟漫畫比起來 哪個會比較困難 不一樣的男髮 哈哈哈哈 做的時候就會 放空啊 可是就自己作品 放空 老師COSE的部分 大概是以自己的主角為主 最複雜 最複雜 對 做那個鳥籠的時候 做一個超大的鳥籠 它是穿在衣服上面嗎 沒有 我是做道具 因為我的那個封面 有一個鳥籠 對有一個鳥籠 超級大 然後我就說水管跟鐵 真的去熬 熬完都還上漆 然後會把它扛到回廠去 這樣 那我這邊也蠻多元的 漫畫 那個COSE 漫畫還會為你帶來些什麼東西嗎 漫畫就是在紀錄的人生 紀錄的人生 你就會想說 那一年在幹什麼呢 就是畫那個什麼時候的時候 這樣子的感覺 有時候故事就可能就要反映你的人生 或是生活態度之類的 就會用畫什麼 那幾年在幹嘛 那幾年在幹嘛 有時候故事 漫畫沒有什麼生活人 哈哈哈哈 這也不錯 我們就畫漫畫的人 就是活在漫畫裡面 我就是嫁給漫畫 一切就是以漫畫為主 每個漫畫創作的人都是這樣 都是跟漫畫結婚 那我們可以聊聊作品 剛才老師講的就是 潘朵達第三集 第三集 因為我想要 因為他是用真愛之吻去回收原罪 所以我想要畫各種不同的接吻 應該是背後意義不同的接吻 這每個吻都有他的故事 對對對 好那有不同的吻的方式 第一個吻是犧牲的吻 就是我為了你 然後付出的那種犧牲的吻 再來是因為角色死了 所以他沒有吻到 對 然後第三個是 人心的第一份愛 嗯 比如說我打你 然後你是不是會討厭我 對 然後你就會回擊我 對啊 對 那如果我先愛你 嗯 你就可以回愛我 這種第一份愛 哦 第二份愛的方式 這個作品就是 有在夢夢的已經連載了 目前在電子書 已經有在連載了 對對對 目前已經在夢夢的電子書 書層上面已經有連載了 請大家買夢夢電子書 好 那前面一兩集是不是有要重新 類似重新包裝 都還有都玩得到了 都還沒有 拜託大家買一下 出出的時候有用特裝版啊 對對對 因為這次有簽名會 所以有做商品 老師每次出現的場合 一定會有Cost嗎 那這次簽名會會Cost哪個角色呢 我覺得他會知道 哦 同時讀者就大概知道你會Cost誰了 大概就那樣 那你對整個 我們台灣的一個漫畫創作環境 有些什麼想法 我是覺得台灣人在節奏上面 可以再加強 哦 所謂節奏是 就是 我覺得做得比較好 比較像是舞台劇那樣子 就是在作品的閱讀的那個節奏感上面 哦 節奏感 可以再加強 因為中文其實沒有 像日文其實這個拍每個拍數什麼 哦哦 不是說日本人內心就是有一個打拍子 哦對對對 對啊 那整個環境的場業 場業來講有沒有什麼想法 環境其實也是 紙本一直下降 然後有 就是所有的 現在所有的雜誌已經沒有紙本雜誌 幾乎沒有 電子化 那電子的話會接觸到的觀眾群 跟以前紙本會接觸到的觀眾群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先理解 什麼人在看 然後再去修正自己作品 本來是畫給就是比較小的 妹妹看的 對 但是因為就是受眾 有一點改變 所以可能也要思考一下自己未來要改變的方 但是這部作品都畫完了 當然當然一定是要 對 對 因為我們未來針對不同的平台 就有不同的一些作品的表現方式 對不對 要平貼讀者 沒錯沒錯 因為畢竟我們最大的一個受眾 就是所謂的讀者群 不管創作任何作品 就要從讀者的角度先去做思考 那未來呢 未來有沒有些什麼樣的目標呢 就是繼續空的話 我相信 這個應該是沒問題 哈哈哈哈 怎麼都要買書 書一定要買 對 那畫家最大的經濟來源 就是真的是 是書的板碎 要不然就是延伸出去的一些周邊啊 好了 還有再來就是讀者對漫畫家作品的愛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常常看到 尤其是少女漫畫家老師 其實粉絲都 其實對你們都很好 很好愛 你知道嗎 謝謝大家 最後有沒有給 想要投身漫畫這一行的心 一些建議 其實就跟剛剛說一樣 就是先確定自己的觀眾 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去了解他們 體貼他們 然後給他們想看的 就是以客為主 以客為尊 讀者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支持者 那我們要怎麼用什麼樣的東西 去回饋給讀者 回饋他對我們的愛 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用更好的作品 來回饋給他們 這個就是漫妮老師給新人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 不管新人也好 或是我們在職創作人也好 對於自己作品的堅持 還有要求 怎麼把這樣的態度 回饋給讀者 讓讀者看到我們的努力是在哪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抱抱 謝謝 怎麼變成我做結尾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們陳漢林老師 來接受我們訪問 也謝謝漢林老師給我們一些很多的建議 還有他如何把漫畫跟COS的部分結合在一起 那也別忘了 新書也要上市了 請大家一定要支持漢林老師的新書 謝謝各位 謝謝 掰掰 掰掰